哈啰 各位弟兄姐妹 我们今天一起来看一段 在圣经当中 一个很有名的人物 叫做司体凡 我们来看一段他生命当中 经历的经文 在他生命已经到 最后的一刻的时候 我们来从葬中一起 有美好的学习 经文在《使徒行传》第七章 我们来从第58节到第60节 我来为大家读 把他推到城外 用石头打他 做见证的人 把衣裳放在一个少年人 名叫扫罗的脚钱 他们正用石头打的时候 司体凡呼吁主说 求主耶稣接收我的灵魂 又跪下大声喊说 主啊不要将这罪归于他们 说了这话就睡了 扫罗也喜悦他被害 司体凡在这个时候 是非常危急的时候 为什么呢 因为他在向他的家人 向他的族人同胞们 正在传福音 把耶稣基督 其实就是那一位 他们所期盼的弥赛亚 司体凡把他从头到尾 讲得非常的透彻 就是希望他的族人 以色列人们 可以明白这件事情 而不要再误解 要真的认识到 耶稣其实就是那一位救主 可是当时呢 根本听不下去 当时这一群的群众呢 甚至被煽动 他们要起来拿石头 要丢死司体凡 这是在做一件什么事情 是在做一件工神 在圣经当中 以色列人的文化里面 他们在一些特殊的时候 他们可以 不需要经过 类似像法院 或者是这样的一些的 机构的裁判 只要证据够充足 其实众人可以起来做工神 例如说 当你在行营的时候 如果被抓到了 这个行营的人 是可以拖到众人面前 众人用石头丢死他的 又或者是 当这个人 他可能传递的一些东西 是侮辱神的 是对他们的信仰 是有危害的时候 众人可以起来 也用石头来工神 这个样子 司体凡在当时面对的状况 就是这个样子 可是司体凡做的不一样事情 他是在传述真理 可是这个真理呢 在背后被保守派的人士 被这些的法利赛人 被这些传统的犹太人 他们用曲解的方式 来污蔑司体凡 所以就煽动了群众 起来要拿石头 要丢死他 我们刚刚读的经文 已经是司体凡最后的时候了 他身上可能被这个石头 打得全身都是伤了 他在这个时候 他做了一件事 第一个 59节 司体凡呼吁主说 求主耶稣接收我的灵魂 他知道 他要走了 所以他说 主啊 我今天要到你那里去 后面60节 又跪下大声喊着说 主啊 不要将这罪归于他们 司体凡面对的这群人 是仇视他的 面对这群人呢 是污蔑他的人 面对这群人 是要伤害他的人 可是司体凡却这个时候说 主啊 不要将这罪归给他们 什么意思 就是上帝啊 他们今天对我的伤害 请你不要计较 在原文里面意思就讲说 主啊 不要定他们的罪 不要用这个罪来看待他们 他在受一个这么大的冤屈的时候 在最后的时候 他居然还是为这群人说话 亲爱的弟兄姐妹 现在网路这么发达 资讯这么多 常常有很多错误的资讯 常常有很多一些人的 可能讲错了一些话 可是在网路上面 却造成众人的攻险 别人会肉搜他 别人甚至于会这样子 要来伤害他 咒诅他 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们会不会常常 也是那个拿石头的 求主帮助我们 让我们不要成为那个拿石头 让我们在面临很多时候 像斯蒂法这样子的时候 被仇敌攻击 或是被人误解的时候 可是我们仍然愿意像他一样 我们有一颗基督爱人的心 我们不要被人外在的行为 而影响了这个人 他生命中那个最终极的价值 就是他也是神所造 在他生命的最深处 有那个上帝创造他的形象 让我们看见人生命中的 那个价值 而愿意像斯蒂法一样 对人充满怜悯 对人充满鼓励 对人充满爱 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 谢谢上帝 谢谢祢 祢从不用我们的行为 来评判我们 祢的救恩 早就超过我们所做的一切 主 谢谢祢 祢用这么常 扩高声的来爱我们 上帝 求祢帮助我们 让我们明白 我们也只是一个蒙恩的罪名 主啊 帮助我们 让我们常常也带着那个 珍惜祢救恩的爱 去分享 分送 关怀我们周遭的 谢谢主 求主与我们同在 然后奉耶稣的名 Amen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